以美英为首的繁荣卫视行动 对野门胡塞武装展开新一轮打击 自从去年十月以哈战争爆发以来 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国际商船 红海水道几乎陷入瘫痪 中国近日也罕见地批评胡塞武装 但是仍然没有采取实质行动 甚至称美国的行动导致红海局势升温 中国连续多年位居红海苏伊士运河的最大客户 分析指出如果红海局势持续恶化 中国可能成为最大输家之一 红海危机给脆弱复苏中的全球经济 增添了哪些新的挑战 对经济低迷急需外貌的中国造成怎样的冲击 中国的立场是否符合切身利益 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 一位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 还有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 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 欢迎二位 首先请教王志胜博士 胡塞武装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头 他在红海攻击的目标有哪些 目的又是什么 我想胡塞武装的这个部分 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 简单提一下 他当然在这个燕门 他长期来的分裂的状况之下 他其实是内部的一个武装组织 从1990年南北叶门统一以来 他就占据着叶门的西北部 那这个主要是叶门内部的实业教派的 这样子的一个为主的 这样子一个激进组织 那在这个南北叶门的统一之后 在历经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之后 胡塞武装组织 他进一步的壮大 从刚刚讲的这个叶门的西北边 一路往这个叶门的首都进攻 目前也占领了叶门的首都 成为一个 而叶门现在内部被认为是 所谓的这种国内的 这个动荡当中 最重要的是一支的武装力量 等于变相的占据 或者是这个主导了叶门国内政治 但是由于他被认定 在国际社会上被认定是所谓的叛乱组织 甚至他长期以来 刚刚我也提到了 他跟这个实业教派的关系 所以长期以来被认为跟伊朗 跟黎巴嫩的真主党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在国际社会上 长期以来也被他认为是恐怖主义的组织 直到2021年 美国才去解除了 他恐怖主义组织的名义 但是又因为这一次的洪海危机 卢塞武装在今年1月份 也就是前两个礼拜的时候 又重新被拜登政府认定是 新的这样的一个恐怖组织 那这是他整个大的脉络 可以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他是实业教派的激进组织 第二个他跟伊朗 跟黎巴嫩的真主党关系密切 第三个他是叶门 现在最大的叛乱组织 联合国的安理会也统计 他的武装成员在7.5万人左右 如果加上平民武装的话 大概可以武装到 大概15万的军队 所以其实在红海的南端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支武装部队 那这一次胡塞组织之所以 会在红海这边 出现这样子的一个 红海危机的一个动作 大概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到 他的诉求是 就是针对伊哈这个冲突的部分 他的诉求是只要加萨走廊 以哈冲突越剧烈 他在红海的攻击就会越强烈 那大家都 图片都大概也都认为说 表面上他是来声援这个哈马斯 声援巴勒斯坦 可是实际上 这个后面的主导者 恐怕是刚刚我所提到的 后面的黎巴南珍珠党 以及伊朗来做一个 算是局部战争的提供 藉由在红海危机的提高跟升高 来借此来牵制 美国及西方 在以哈冲突当中 对以色列的援助 所以这两件事情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这次的红海危机出现 也是因为去年8月份之后 以哈冲突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在10月份开始 有这个红海危机的节节升高的现象 那作为这个叶们 也是二手这个红海最南端的 这个曼德海峡的这个胡塞组织 他就成为了在这个大国博弈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被拿来作为局部战争 跟要挟的一个工具 非常感谢王博士的详细介绍 那赖小刚教授 红海具有怎样的战略重要性 谁又是最大的经济利益攸关方呢 红海是进入苏伊士运河的必经之路 是联系东亚中东与欧洲 北美东海岸的交通要冲 如果不选择红海苏伊士航线 就要绕过大半个非洲 绕过好旺角进入大西洋 由于这个重要的战略位置 英国和法国在19世纪初 先把埃及变成了自己的保护国 又在19世纪60年代 开凿了苏伊士运河 设立了运河区 控制了运河的运营 埃及政府在1956年 将运河收归国有 其中除了国家主权和尊严外 其中有一项就是运河的收入 2023年的运河收入是94亿美元 在埃及政府税收的47.7% 埃及政府无疑是最大的利益攸关方 胡塞武装袭击红海的商船后 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船只 就减少了40% 埃及自然就是最大的受害者 除了埃及外 就是欧洲国家 全世界头号航运公司 都暂停了通过红海苏伊士运河的航运业务 现在唯一运营的大的航运公司 就是中国的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但是一家中国大陆的智库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航运大国 海运量在世界的比例是26% 红海的形势最终会影响到 到中国的对外贸易 那刚才赖小刚教授说 最大的利益方是埃及欧洲 还有亚洲的中国 那这一次美国实际上 在这个区域在红海苏伊士运河的经济力 并不是那么大 那么美英领导的这个繁荣卫士行动 这个星期对胡赛武装进行了第七轮打击 但是还没有能够完全摧毁胡赛武装的进攻能力 这个胡赛武装被称作是拖鞋党 我们也知道这个含义是什么 那么请教这个王志胜博士 打击胡赛武装的难度在哪里 是被称为拖鞋党 那当然 大家顾名思义你可以想象 他不是一个正规的部队 其实他就是游击部队 所以我们叫胡赛武装 为什么把他认为定是恐怖组织 其实你就把他想成是 这个中国我们讲说穿着草鞋打江山 这样子的一个部队 所以他其实即便在沙漠地区的游击能力 还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的 那刚刚主持人问到说 奇怪了 那这个以美英为首的这个繁荣战事的 这样子的一个对于胡赛武装的反击 已经持续了十多天了 怎么感觉上红海的局势还不断的升高 我觉得从这里来看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目前美英为首 事实上只有美国跟英国 因为本来要求要十个国家 呼吁其他国家也加入 不过涉及到刚刚我讲的 以他之间的联动关系 其实包括了西班牙 包括了欧洲的西班牙国家 并没有真正的加入 这个帆荣卫士的这样子的一个反卫行动 来对胡赛武装进行攻击 而美英之间的对于胡赛武装 这七波的攻击当中 也主要是以飞弹 无人机来去打击胡赛武装 他可能对于这个红海银 经过的这些船只 的相关的攻击设施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空战的概念 那问题是你可能打点 把这些点打掉了 可是问题是他的 刚才讲他是游击部队 他的相关的攻击的部分 可能是在海上 可能是这种小型船只 那在陆地上可能是这种机动性的地对海 或者地对空的飞弹的导射 所以你打了一个打了点 打了点他并没有办法完全的消灭 这是一个最大的根本的原因 所以他或许能起到短期的嚇阻效果 但是他没办法从根去解决胡赛武装 在红海地方这个地方的机动性的行动 你如果把它更简单的想象 他就是刚刚我把他说 他又重新被拜登政府定位成恐怖组织 那这一很简单的概念就是 恐怖组织他基本上可能藏身于任何地方 他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概念 所以你不容易去消灭他 那也有专家认为说 那你要消灭胡赛武装怎么办 你必须登陆去进行对于叶门的整个 他占据韩聚地区的扫荡 才有可能完成 但是说实在这个对于红海危机 缓不济及 那第二个是 当你真的对于胡赛武装进行登陆的作战的时候 你的问题就不是针对他了 你可能爆发成刚刚讲了 对他后面的伊朗 黎巴嫩正主党的一样子的一个战争 他就可能从一个局部性的武装组织的 对于红海的攻击 演变成在中东地区 纪以哈之后的第二个这个区域的这样子的 区域的战场 那这个对美国来讲对欧洲来讲并不乐见 所以现在以打点的方式 其实并没有办法有效完全的阻止这个胡赛武装在红海这样子的一个袭击跟压力 这个王博士提到要进入这个陆地打击 或者空中打击都不够这个力度 但是主要这个胡赛武装的这个点呢在海上 那么华盛顿就呼吁这个红海经济利益 比美国大得多的中国发挥积极的作用 但是中国至今不愿意加入联合护航活动 甚至还指责美国持续空袭导致红海危机升级 那么中国在距离红海南端一箭之遥的吉布提设有海军基地 可以轻松的加入联合部队 那请教赖小刚博士他为什么不愿意参加 好的 用解放军的话一句话说 就是要立功的时候到了 就现在实际上是个立功的时候到了 那么由于习近平的一念之差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坐视一个立己立人的机会 一个能够改善自己与西方国家紧张关系的机会 那么究其原因呢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另类 是一个由左翼极端主义者建立起来的国家 这个国家之所以出现 是为了摧毁现行的国际秩序 它能够存在到今天 是由于中共领导人带领中华人民共和国 重返由西方领导的国际秩序 是因为西方国家不了解中共的本质 对中共还抱有希望 从1979年到201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化 就是加入由西方领导的国际秩序上面 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是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的最大的贡献国 也是在非洲之脚的海军护航中 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解放军在这些行动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完全有能力参加打击胡塞武装的海上联盟 为保卫航运做出自己的贡献 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 但是遗憾的是 习近平有非分之下 他企图从现行秩序的受益者 变成秩序的制定者 实现他的中国梦 但是习近平又没有具体的方案 结果就被国际经验 远远比自己丰富的国家的领导人利用 成为一个花钱出力不讨好的小丑 当受到挫折之后 就感情用事 与那些吹捧自己的国家领导人坐在一起 志得意满 无视垂首可得的机会 让人无言以对 刚才王教授说的这个红海的局势呢 的的确确这个南野门的局势就是这个胡塞武装局势挺复杂的 但是呢如果是北京要是做个姿态出来就可以把其他的国家特别是埃及拉到这个联盟之中 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也是利人利己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可惜的是北京错过了 那赖小刚教授说北京正在错过这个利人利己啊 树立这个大国形象和维护经济利益这样的一个机会 英国美日电报的一篇题为西方正在红海保护中国的切身利益 这样一篇评论文章说如果说美英打击胡塞武装是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忙 那是有点夸张了 但是归根结底中国经济依赖于中东稳定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 以及全球航运畅通 习近平蹭了美英海军保卫全球贸易的便车 那请问王志胜博士您同意这样的评论吗 您怎么看北京在处理红海危机的思路呢 好分三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刚刚这个英国美日电报的这个说法 我基本上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同一个地方在于说没有错 习近平跟北京确实蹭了这一次英美在这个所谓 华容卫视上面的保卫红海这样子的一个便车 也如同刚刚赖销说所提到的 中国就处于一个观望 甚至本来还是处于私底下 这个纵容伊朗 以及让伊朗纵容胡塞鼠子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那问题是我们也都知道经由苏伊士进和经由红海的这条生命线当中 中国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的利益 不管是刚刚提到的石油天然气海上资源 乃至于中国到欧洲 除了这个陆路上的中欧班列之外 我们的海上这一块才是中国真正的这个生命线 所在所以其实这一次的影响当中 看起来英美确实帮了中国的这个商船一把 也就是说你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中国的商船相对而言比较避免到上损伤 可是我们后面或许有时间会谈到 就是说在这一次到后来 中国在1月份的态度已经不一样了 譬如说在这一次联合国决定要用 决定对于这个所谓光荣战事的 这样子的一个防卫行动要进行的时候 联合国的投票是全数 安理会投票是这个全数通过 唯一一票弃权 这是中国 中国采取的是弃权 他并没有反对 换言之 他已经把过去从所谓中立的立场 改为默许的立场 这也是因为中国他也知道 当你这个红海这条生命线 即便有英美的这个防卫 让他可以搭便车 可是当你运费运费不断的升高 这个欧洲的这些主要的四大货轮商 他不愿意经过红海 然后改从刚刚这个赖教授 所提到的从非洲好望角这样绕的时候 时间也好成本也好 对中国本身的对外贸易的压力 是极为庞大的 他能撑多久 以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 他可能撑一个月可以 撑两个月可以 可是如果要他再撑个半年 一年半载呢 他撑得下去吗 所以他也希望红海这个问题 赶快落幕 让正常的商船 除了中国的商船 往到中国的各式各个外籍商船 能够正常的航运 所以这个部分就不是搭便车的问题了 而是中国自己面临到经济下行 特别是对外出口贸易的压力的时候 他发现在这样维持中立是不行的 所以他其实 可是他又拉不下面子 做来解决 让伊朗来解决 或者是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怎么怎么办 只好投一个弃权票的状况 这也是中国现在在外交上面 特别在中东问题外交上面的一个很大的困境 他等于是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可是现在又不知道如何收场 那只希望说英美这个便车 他能够继续搭下去 可是刚刚路通刚刚我所提到 英美也很清楚 这种被点的打击 能够起到短期的效用 如果要这个釜底抽薪 你还是必须要让这个胡塞组织妥协 让胡塞组织妥协 你后面还是要让伊朗点头 你要让伊朗点头 中国自己要看着办 所以这是中国现在骑虎南下的一个困境所在 那我们稍后会进一步讨论 这个全球供应链中断 对中国出口到底造成怎样的冲击 那我们有位X网友叫苏宇说 胡塞又不袭击中国商船 你们打胡塞 中国干嘛要参加 中国商船真的安全吗 那由于这个商业航运有这个特点 就是说他的所有权既复杂又不透明 那一开始胡塞武装的袭击似乎是还有针对性的 但是到了后来由于识别的困难就出现了无区别 扩大化的袭击趋势 那我继续请教王志胜博士 请您解释一下这个商业航运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中国的商船在红海安全吗 是好我简单补充一下刚刚这个网友提到的 以及刚刚主持人提问的部分 其实商业航运在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货轮商轮 其实在海运上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英美的轮船大型轮船 欧洲大型轮船这货轮它本身成本高 劳工贵 所以或者是港口的博运会贵 所以它通常会怎么样 它通常会用便宜国家的相关的 这种来做一个注册 然后同时利用这样子能够用当地的劳工 作为这个整个货轮的营运 可是我们都知道它背后的老板 是这个欧洲国家是美国 可是它注册的地方可能是在中南美洲 可能是在主要在中南美洲 所以说巴拿马就是最多的一个地方 或者在埃及等等之类的 这个我们在海运上面 我们讲叫权宜伦的概念 也就是说事实上你的注册国 跟你的所有国是不一样的 那对于这个福寨组织下来港 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根本搞不清楚 这个船挂的旗子 跟它后面的国家是不是同一个国家 我挂着巴拿马的旗子 可是你后面其实可能是英国 是他要报复的对象 那他搞不清楚该打或不打 所以最后就出现主持人所说的 干脆现在福寨组织就出现了 所谓的无差别攻击的状况 我反正我就全打一轮就快了 就对了 那本来 本来中国的这种 这个商船 就刚刚赖销售主席到中眼集团 他本来认为说 你至少不会打我中国吧 那现在问题是福寨组织已经杀红了眼 他也不知道哪个该打 哪个不该打 那干脆就全打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欧洲的第二大的 这个湖人集团 丹麦的马基斯集团 他本来一度停运了鸿海 后来12月份 觉得好像他不会被打 因为他都是权宜伦 所以他又恢复了 那1月份之后他又停了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不对 现在权宦伦也被打了 所以他又跑回去了 所以你会看到说 即便是中国的商船 在这次福寨组织 杀红了眼的无差别攻击当中 其实他还是有他的压力存在的 所以其实您说会不会攻击中国商船 其实现在是有的 那更不用讲 我们待会如果有一点点时间 可以提到说 不是攻击 不是中国商船的问题 跟中国真正切身力的问题 是在于这条航运线 对于中国整个出口经济 整个供应链 带来更巨大的打击 那个才是他最心中根本的一个痛 是 那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评论 认为现在这个 不是中国在蹭英美的这个便车 而是其他国家在蹭中国的这个便车 比如说这个有位网友叫Swimming 他说不是中国蹭英美便车 是英美等船只蹭中国船只的便车 胡塞武装保护中国商船 中国还来不及感激 为什么要去打击呢 那我请教赖教授 这个中国的很多民众当中存在这样一种想法 您怎么造成他们这种误解的 好 这是这些个听众 这些网友们 他不了解这个世界经济的体系是怎么来的 那么现在的经济体系呢是个有一种说法 叫全球化 第一次全球化 这第一次全球化就是地理大发现 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海家们 从伊比利亚半岛去寻找新航线 由于他们的航海发现就把世界连为一体 连为一体 然后经过几次演变 又经过了荷兰 又经过英国 再经过美国 再就形成了现在的世界贸易体系 在这个世界贸易体系中间呢 最重要的就是航运 航运是它的大动脉 而中国这个位置呢 我们要搞明白 中国的位置在什么 中国的是在15世纪末 在16世纪初的时候 就被不知不觉的就被拉到了这个全球的贸易体系之中 当然在16世纪初的时候 这个贸易体系还很非常的脆弱 但是已经出现了出行了 其中一个重要的呢 就是中国的货币开始有大量的白银进入了中国的市场 所以中国的经济呢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 就有一个巨大的发展 巨大的发展 就是因为欧洲商人运来了白银 但是这个时候的中国统治者 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卷入了全球的贸易循环之中了 那么到了鸦片战争 这些满清政府是被打破了 被奸船利炮给打破了 这是被迫加入这个体系中间的 那么随着加入这个体系 这是被迫的 但是加入这个贸易体系中间呢 就诞生出了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 以及两个近代民族主义的国家 第一个就是中华民国 第二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进入这个体系中间了 这个呢 毛泽东的时候呢 到毛泽东的时候 他以为自己用了斯大林这一套 共产主义这一套 就可以是个灵丹妙药 就可以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 但是实际上呢 他到了1970年左右的时候 他已经意识到中国已经走入到一个死胡同里面去了 所以呢 他就开始改善和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与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关系 实际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就是毛泽东晚年政策的一个升级吧 那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生存到今天 就是因为中共在1979年以后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 重新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 回到经济贸易的体系之中 他才回到了 好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鸿海这个问题 现在这个胡塞武装的袭击已经导致了全球五大集装箱 航运公司中有四家宣布暂停鸿海运行 还有部分的航运公司呢 已经通知停止货物接载和定型舱了 那这个对世界的供应链造成很大的打击 特斯拉呢 上个星期四也表示 由于鸿海航线受阻 目前工厂面临零部件的短缺 因此将从1月29号到2月11号 暂停柏林工厂的大部分汽车生产 那中国我们刚才也提到 运往欧洲的出口产品中 约有60%是通过苏伊士运河的 那一些中国出口商 对这个路透社抱怨说快要撑不住了 那请教王志胜博士 这个供应链中断 对中国出口商造成怎样的冲击呢 是 就如同刚刚我所提到 也是主持人所问到的一个状况 确实刚这个鸿海危机当中 对于中国经济打击最大的 并不在于中国的商船受到攻击与否 而是在于其他的这个 欧洲大型商船的这个货柜 受到了这样子压力之后 转往好望角过来 它就造成两件事情 第一个 航运的时间增加大概10到15天 第二个 成本大概增加30% 那这个东西对于 这个东西变成什么 变成是你 这个欧洲本来还是这样子 它有相关的产品输往中国 然后空箱 空箱之后 会有中国的相关的出口产品 譬如说制造零主件的 玩具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 现在传出最大的受伤 是中国制造的汽车 它透过这些集装箱之后 再回运到欧洲去 可是问题是 第一个时间拉长了 第二个成本垫高了 然后这使得欧洲国家 就不太愿意 或者是说 这个单就把时间给取消掉了 反正我现在拿不到你的单 我转往印度 转往其他国家 我不要那么长的时间 那对于中国的这些 所谓的出口业者 特别零售业 小型制造业出口业者 造成非常非常大的打击 那这个打击 当然就对于刚刚所说的 中国在去年2023年 我们已经看到 它的这个出口贸易 已经呈现一个衰退的状况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又雪上加霜的 让整个输往欧洲的出口贸易 在受到更大的打击的时候 这个短期内 会对中国的经济 造成很大的下行影响 而长期我讲一个概念 就是说 现在大家已经思考了 中东地区波动 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万一未来 鸿海的攻击 变成一个常态性的攻击的时候 那欧洲国家要更多的走往 走好往角的情况之下 来进行相关的货物运输的时候 他们就会想 那我不要在中国了 我现在因为到中国太远了 我把单拉近一点点 到东南亚 至少我省一点时间 甚至到印度 我可能省更多时间 甚至有些工厂 已经在非洲投资了 我干脆就直接在非洲 所以中国未来会面临到 供应链上面更大的打击 是因为鸿海的这种 可能的常态性危机 而导致欧洲国家 在下单的时候 会去思考 我要办法距离差这么远 我如果把距离拉近一半 到印度的时候 我原来在中国的 这个所谓的航运的成本跟时间 就重新恢复到正常了 那这个情况之下 中国中长期来讲 在制造业出口的供应链 被断链 被弃单的压力 就会更加的庞大 这个是比较中长期的危机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不论短期或中长期 我觉得对于 中国的经济的压力 是来自于 刚刚提到的 供应链上面的打击 所以我补充一句 刚刚讲汽车 其实中国的汽车 我们也都知道 它这种本土汽车 不管怎么样 它想方设法 消防欧洲的这个量 是非常非常大的 可是因为这一次的 这个鸿海危机的状况 其实汽车产业 基本上呈现一个衰退 甚至半停摆的状况 一切都说要等到春节之后 再看能不能恢复 这个营运跟工厂的生产 那这个可想而知 对于中国的 这个整体的 这个打击是 非常非常巨大的 从这里来看 就会知道 其实这次鸿海危机 不只是对英美造成大压力 其实对中国来讲 它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那王志胜博士提到一些西方公司 正在转移这个产地 依赖于其他的国家了 以减轻供应链中断造成的影响 那请教赖小刚教授 这个鸿海危机 是否会加剧西方国家 和中国脱钩的风险 回答是肯定的 这也是我对习近平的政策 觉得它很费解的原因 这个习近平提出了一个 大张其吐提出了一个 贸易倡议 就是一带一路 如果要是我们看一下 这个一带一路 这个示意图的话 会发现 鸿海就是在一带一路 一个咽喉位置上面 因为这个带 刚才王教授所说的 海上贸易远远超过 陆上的丝绸之路 这个发展 这个一个发展经济带 就是通过海上的 海上的一个重要地方 就是欧洲 这条设想 其实非常的 一带一路是非常 非常巧妙的设想 通过鸿海苏伊士运河 进入地中海 然后地中海沿岸 特别是欧洲的地中海沿岸 自然是中国的投资区 和贸易的主要伙伴 然后再经过直布罗托海峡 进入欧洲的大西洋沿岸 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 可是就是在这红海地区 出现了重大的胡塞武装 卡住了贸易的脖子 那么说北京为什么 它不做出最大的反应 就刚才王教授说的非常清楚的 这个投资单子一旦走了 就很难回来了 这些单子 当它向东南亚转移 甚至到非洲转移的时候 再回到中国大陆的可能性 就非常小了 这是对于中国经济 一个雪上加霜 尤其是对它的汽车工业 像特斯拉 它的电池业 它已经具有非常强的竞争能力了 已经受到了欧盟的贸易 贸易制裁了 反倾销制裁了 在这种情况下 北京习近平不出动海军 就在近代咫尺保护航线 反而是说一些不疼不痒的话 这是让人匪夷所思的 这个经济对于中国 外国投资人对于中国市场的信心 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正如二位所说的 这个冲击不仅是近期的 还会有长期的效应 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就讨论到这里 感谢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 王志胜博士 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 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的分析和点评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 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